我躺在床上 就兩個就開門 然後就 翻個蛋糕 就唱生日快樂歌給我 爹說媽媽祝妳生日快樂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再怎麼辛苦 都是為了這小孩 他會覺得他靠近你或靠著你 他會很有感 因為你知道我跟我女兒在那邊 我要送他上車我就說 喔好喔那妳自己要小心喔 然後天啊就不行了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還沒哭喔 他還抱著我說好啦沒事啦 後來因為他要幫我們聯絡接受的車 他打給我朋友 我朋友掛完以後 跟我說 你女兒都是比 他應該上車以後開始哭了 那我就覺得說 嗯 真的長大了 我是結了婚之後我才覺得 我應該要生小孩 對我的先生有個交代 那時候就想說 生一個就好了 當護士抱來我旁邊 告訴我 他有20隻指頭的時候 讓我放心 然後他在把我的Baby擦身體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要生兩個 因為 我要生一個來跟姐姐做飯 我不要讓他們一個太孤獨 欸你知道通常在生小孩的當天 媽媽通常就會很生氣的 告訴爸爸說 你不要再讓我生小孩了 因為生小孩很痛 所以通常都在那一天是決定不要再生了 我那時候有那個指頭症 那你覺得你的小孩第一次的轉變在什麼時候 你說我小孩的轉變還是我的轉變 那你屁事啊 當然要聊我啊 母難日啦 好啦你最偉大啦 轉變喔 可能真的就是 你會發現 你做很多事情很有動力 因為你希望給他一個很好的生活 而且你看以前拍八點檔多辛苦啊 我那時候他滿月我就上來工作了 就來拍戲了 而且你都在台北 對 他在台中 對 可是你那時候不覺得累喔 因為人家覺得哇 你要賺錢 你反而覺得有工作哇太好了 就是你愛的人會給你一個動力 覺得說 OK我要去做 然後你在面對這些沒日沒夜的時候 其實對你來講好像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 可能小孩帶給我的轉變是 你好像變得比較無敵 我應該可以講說 我年輕的時候在搭飛機的時候 我不怕亂流 但是我生了小孩之後 亂流來了我就開始緊張了 我不能死 我真的不能死 我死我的小孩還這麼小 怎麼辦 沒有人照顧他怎麼辦 我還要活著 我要把我的小孩養大 所以你看有時候小孩真的是我們的禮物耶 現在大家還可以看到我們兩個 應該也是因為 那你覺得你小孩對你來講是什麼 因為他讓我有當媽媽的感覺 因為我從小就沒有媽媽 也沒有母愛 你是不是會覺得 你給他的都是你小時候所渴望的 要不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沒有經歷過就是媽媽的疼愛 那你會懂得怎麼做媽媽嗎 不懂 我在學習 我女兒對我來講 我不曉得可能是因為我 跟他相處的時間真的是少之又少 其實人頭都算得出來 我就會覺得我每次跟他在一起 我是不可以生氣的人 我是不可以罵他的 都久久見一次還要罵他 當然 所以我就會 他們又做錯事 對 所以後來我覺得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有點像朋友 很好啊 小孩子很怕你就是 以媽媽的那個態度來 跟我講話 我是不敢 現在的小孩是不喜歡這樣的 對我是不敢 那你這樣會 你會跟你女兒吵架嗎 有啊 當他在叛逆的時候 我就會問說 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要慢慢跟他溝通 因為我從小就教他 不能說謊 哦 不能騙 這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你不能說謊 你不能騙人 因為你也不喜歡別人騙你 對 所以你根本不應該騙你 不要的不要給別人 對 然後有一天大概跨年的時候 跟同學出去玩 我就說好啊好啊好啊 那同學有誰啊 通常我都會留他同學的電話 因為有時候我要找他 沒接就可以找他朋友 他沒接我找他同學 好聰明喔 跨年完之後呢 隔天快一點了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欸 你要回來了嗎 我說要要 啊你同學呢 我同學有啊 在旁邊啊 我說哦好 那我跟他講話 啊沒有他要去廁所 哦他要去廁所 等他廁所出來 跟媽媽講個電話 你就手機你就等著這樣子 沒有 現在廁所排很多人耶 總會有排完的時候啊 沒關係媽媽等 然後他就說 他說啊我也要上廁所 我說好好好 你先掛掉 等你上完廁所的時候 你再用你的電話 讓你的同學跟我講電話 哦 他沒有打給我 我就再打給他 我說婷婷上完廁所了 上完廁所了 有有有有有 那那個同學呢 跟媽媽講一下的話 然後他說 啊 他走了 哈哈哈 哦 哈哈哈 你當著你媽媽 等他出社會 哈哈哈 出了招條嗎 走了 他走去哪了 我就說好 我就把他掛掉了 我就說好 我等你回家 哎好可怕哦 他在回我LINE的時候 我就不回他了 完了 我從來沒有這樣對過我的小孩 他一回到家的時候 我說 先進來坐在我面前 怎麼了 你為什麼要說謊 嗯 沒有 我明明 他就先離開了嘛 你為什麼要跟媽媽說謊 我爸那生氣 媽媽從小就教你 就是不能說謊 跟不能騙 你不喜歡別人做這樣的事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 然後他就一直哭 一直掉眼淚 一直掉眼淚 然後說媽媽我下次怎麼幹了 對 所以從此以後就沒有了 嗯嗯嗯 所以就什麼事就坦白的講 嗯嗯 我發現小孩可能長大了 他也知道我們很辛苦了 可他不知道怎麼表達 他會覺得他靠近你 或靠著你 他會很有感 因為你知道我看我女兒在那邊 二十幾天 其實也沒有覺得什麼 反正他每天就陪著我 就去逛街啊 幫我做翻譯啊 他都沒有要求要買他自己的東西 我喜歡看古董嘛 然後他就去幫我在古董店 幫我 做翻譯啊什麼的 然後幫我 只要買好的東西他就幫我提啊 那我就覺得哇你好好 都陪著我 然後我就突然間覺得我好依賴他 不管那邊要叫Uber 或要幹嘛什麼 都他在弄 可是一直到 我要回來的前兩天 我們本來睡覺喔 都會分開睡 倒數第二天的時候 我發現他就開始往我這邊靠了 他再捨不得我了 好我就不敢抱他 因為我怕我哭 所以我就還是背對他 我就不敢靠近他 但是其實我已經在透流眼淚 倒數的前一天半夜 他醒過來說 我睡不著 我說喔 我當然知道他為什麼睡不著 但我不 就不敢再往下問 我就說嗯 喔那怎麼辦咧 然後我就假裝說啊好啦好啦 來來我幫你拍拍你睡覺你睡覺這樣 然後他就沒講話 然後就一直ㄍ到早上 他也是一副沒事的樣子喔 一直到我們要退房了 行李要拉著了 因為他是一個不喜歡拍照的人 他突然間說 媽媽 我們來拍一張 我說喔 是喔 好啊 我還在那邊假裝沒事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就拍一張 然後就下樓 一直到 車子來 我要送他上車 我就說喔 好喔 那你自己要小心喔 然後天啊 就不行了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還沒哭喔 他還抱著我說 好啦沒事啦 我很快就回去啦 沒事沒事 然後後來他就上車 我朋友就跑去抱他 我還說等一下等一下我也要抱 然後就抱完他 他就走了 走了以後我就一直哭 我朋友說好啦好啦 哭一下啦 後來因為他要幫我們聯絡接送的車 然後他打給我朋友 我朋友掛完以後 跟我說喔 你女兒都是比 他應該上車以後開始哭了 那我就覺得說 嗯 真的長大了 婷婷從以前就說 她講愛她講不出口 她都放在心裡 所以在母親節啊 她都會講一些非常感動的話 或者生日的話 去年的時候我非常忙 那忙到我自己也不想要過生日 然後我就想要在家裡好好地讓我自己 我要休息這樣 然後我的大女兒跟我的小女兒 他們知道我生日 我躺在床上 就兩個就開門 然後就 開一個蛋糕 就唱生日快樂歌給我 爹說 媽媽祝妳生日快樂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啊 我再怎麼辛苦 都是為了這小孩 我們都是一樣嘛 這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在家裡有些不吃過生日快樂 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